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套股两大强者 TopGloft及Hartow想不到已沦为最弱势的手套股了 怎么说弱势呢? 今天就来分析一下TopGloft及Hartow目前最新的走势吧 图表中股价行情是截至5月6日 我们先看TopGloft股价周五跌5分前 收盘在1.62回看在4月12日我们分析的日线图 股价当时跌破了之前支撑1.95看来不妙 需看目前支撑1.83能否守得住了 第二支撑在1.76目前还没有看到止跌讯号 仍然弱势 不懂会跌到哪里了 现在看回周五最新的图形 股价之后继续跌跌不休 周五更跌破了前历史低点1.65 在创下历史新低点到1.62非常弱势 之前说明股价要形成底部 首先不要再跌破前低点 才能顶住空军的抛压 目前股价已跌破前历史低点1.65 看来股价仍需继续向下寻找新的支撑了 第二个股 partout股价周五小跌一分前 收盘在4.37 回看在4月12日我们分析的日线图 股价之前跌破了之前支撑4.91 跌落到之前第二支撑4.77 看来也是不妙 需看目前支撑能否守得住了 更低支撑在4.67 目前还没有看到止跌讯号 仍处于弱势 现在看回周五最新的图形 股价之后继续跌跌不休 周五已跌到低点4.36 虽然还没有跌破前历史低点4.15 不过已相当接近 这区间了 不是很妙 如果不能止跌 很大可能会跌破这个低点 因此后市也是不乐观 目前Topglove及Hartar 还需面临最大的考验 就是最新的季报还未出来 在4月期间 同是首套板块的Cosand季报 出炉不理想 2022财政年首基金利击退 91.35% 在首套平均售价走跌的拖累下 首季营业额也按年大跌65.80% 因此估计Topglove及Hartar 也面临极大考验 如果季报出来不理想 股价难免会继续受压下跌 无论如何 目前股价仍然虚弱 还未看到反弹的时机及讯号 个人经验总结 股价要形成底部 首先不可再跌破低点 尤其历史前低点 如果跌破 表示之前买在最低点的人都要输钱 何况是高点买进的 因此将会形成市场心理压力 继而形成抛盘 把股价继续向下跌 直到多方的力量 把跌势顶住为止 因此破低不是底 势底是不会破新低的 目前Topglove已经破低 只能等待市场来决定 哪里才是真正的底了 好了 以上案例分析仅供参考 没有买卖建议 今天就分析到这里 下期将分享更多好料给大家 我们的频道是分享 大马股票技术分析 图表 研究 交易策略探讨等 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多多支持 及点击订阅哦 谢谢